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很古早的題目 這是76年的 那以前有夜間部連招 那這種一般三次的其實沒辦法 沒有一般的解法 不過通常 要看考的時候都會給這個有理根 所以我們就可以怎樣呢 先找出一個然後再把它降次來解 所以呢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式子 那我 平常的習慣就是把技術次跟偶數次會分開 那這裡沒有偶數像 這裡只有一個-20也沒有那個平方向 那我們要檢查的其實沒有很多 就是說1、2、4、5 一直下去應該不需要做這麼多 -2、-4、-5 一般的考試不會那麼狠 大概通常做到這樣就會出來 那我理念也把它寫著 看起來比較對稱一點點 所以代1的時候呢 1-11就是-10 那-10這裡一樣是-20 所以這邊就是-30 但是我這樣子的好處就是機油其實可以同時做 機油可以同時做 這裡是-10 那接下來再代2 代2進來就變成了 8-22就是-14 這是-20所以這是-34 但這裡就變成正14 因為這樣子 就是機油可以同時開工 在這邊-6 那代4進來 64-44 這體剛好設計的蠻好的 所以這邊我們剛好就是0 所以這個就是找到的一個根 那這邊你要繼續寫可以 不過找到之後呢 我們通常我們就會把它分解下去 所以這裡面就有一個有理根 就是x-4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做除法 因為我們知道它整除 所以這邊就變成s平方 尾巴要是-20 所以這邊會加5 那這裡-4x平呢 那接著呢 我們要 這裡沒有s平方 -4s平 所以我們就要怎樣 再加上4x平 這樣子平方向才會消失 所以這裡就補一個加4x 就是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式子來看 所以這個式子有一個根 叫做x等於4 另外呢 這邊的根呢 這邊的根就是虛根 那首項為1的時候 我很習慣就直接把它配方法 把配方法練手其實還蠻重要的 所以這樣子s加2的平方 就等於-1 所以s加2就等於正-i 所以x呢 就等於2加-i 所以這題就有三個根 一個是4 另外兩個是2加-i 所以學到了那個 複數之後呢 我們三次的 通常如果要給這些條件 我們就可以把三個根都算出來 當然如果沒有 它如果沒有有理根 那就是一個很麻煩的情況 那就是看我在 就是課綱之外的 有興趣可以看我另外三次方程式 一般的公式解的影片